我自己刷了 钢铁完身 带大家去超市找找适合健身后吃的东西 Let's go 没有多久没逛过超市了 我们先来蛋白质 我的原则呢好吃的蛋白质 哇 要来两个二凉鸡犬腿 特别的棒 蛋白质搞定我们再来碳水 原则还是一样我们要好吃的碳水 全麦欧包特别的棒 不是酥皮原味蛋挞 挑冰挑酱特别的棒 红丝绒蛋糕 对于刚健完身的朋友来讲 吃喝这个一点不过分走一走 咱再去找个喝的 这看着不错 惠夷生炸椰子汁 还有冰的哎 太棒了 先说我不是故意路过冰淇淋去的 健身呢非常的辛苦 给自己点小奖励 干饭去 顺便打个货 要不然来点蔬菜 小个毒终于到了感到环境 今儿选的这几个好东西都是来自于他们家自己的品牌 吃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一般咱们练完不都是直接喝蛋白粉吗 最好是先吃碳水 因为我们刚健完身身体最缺的 其实是鸡汤原而不是蛋白质 所以咱们先吃肉包 碳水的满足感你懂的 越焦越香 冰叶的汁好喝 现在已经有碳水打底了 我们可以开始吃鸡了 哇 拍上去怎么样 这鸡腿人家沃尔玛自己烤了 烤得特别嫩 起来直接过瘾 多健康的同学都吃鸡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主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是减脂 那就一定不能吃 但如果是为了保持身材 鸡皮建议你一定要吃 太好吃了 这个红丝绒蛋糕 看到它就流口水了 现在很多人说抗糖 其实说的是抗糖化 糖是我们身体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之一 如果摄入过多 就容易产生糖化反应 糖化了就会加速睡了 所以很多美少女都视糖为大底 认为糖就是完全不能吃的 就会拒绝很多美味的甜品 但其实糖化不是完全不吃糖 正常合理的吃糖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这种又好看又好吃的甜品 你适当的吃 不但不会让你的皮肤变差 还会让你心情特别好 大家不要弹糖变色 好辣 配这个椰子水就是特别棒的下午茶搭配 不是蛋挞 一口一个 真的好吃 真的是又软又嫩又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个新吃法 这冰淇淋我订了好久了 现在这个软硬程度正好适合抹在欧包上 用力一挤溢出屏幕的幸福感 口感特别丰富 很有层次 太好吃了 大家都知道 平常我在餐厅吃饭 公司吃饭 车里吃饭 路边吃饭 就是第一次在大超市吃饭 特别的饱 吃的特别开心 现在这样的大环境 接下来我有可能要在上海租房了 如果你们有优质的房源 请联系我 好的我们进入消费 143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 除夕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吃绿色蔬菜 红色蔬菜就还行